中分头 背带裤 我是虫仔 你记住 给他一张嘴 他能吃点所有动物的甘蔗 来尝一下这个骆驼的甘蔗 猪的甘蔗 羊的甘蔗 鱼的甘蔗 兔子的甘蔗 鳄鱼的甘蔗 马的甘蔗 再给他一口锅的话 那么所有动物的美丽 都逃不过他的嘴 今天来吃一下这个鸡美丽 还有这个鸭美丽 这个猪的美丽 黄鳝的美丽 甲鱼的美丽 鳄鱼的美丽 兔子的美丽 鱼的美丽 你蛙的美丽 没错 他就是甘蔗美丽 终结者通仔 他的出现 就连食物链顶端的男人老羊 都给出极高的评价 我以为我吃青苔 树皮和仙人掌 已经够牛逼的了 直到看见 吃甘蔗美丽的通仔 我就知道 我美食家的位置不保了 还在吃虾头和鸡爪的 迈克阿瑟表示 当我看到通仔 在吃鸡荔枝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对美食的探索 我远远不止于此 尝一下这个鸡的例子 尝一下这个驴的车轮 牛的车轮 马的车轮 猪的车轮 原位大肠创始人 于涛表示 我以为我做的九车大肠 已经是极限了 没想到通仔做出来的美食 才是真正的极限 此话一出 引起了世界各地美食家的广泛关注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通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食家 为何要吃点所有动物的甘蔗美丽 大型纪录片 美食家通仔 时局为你播出